一名男子站在捷運站外 往動物園的方向 突然就拿出打火機 開始點火燃燒指針 路過民眾頻頻回頭張望 嚇壞了 趕緊請警方到場處理 警員趕到現場 對男子進行盤查核對證件 最後將男子帶回警局 釐清點火動機 卻已經引起民眾恐慌 他身上就是 就拿個報紙跟打火機 就報紙打火機在那邊點 他就是喊那個什麼 動物園為萬物之旅 這名男子當時從捷運站的方向 往動物園走來 沒想到竟在途中拿出打火機 開始點火 把民眾嚇壞了 趕緊報警處理 3號早上11點多 就在台北十里木炸動物園 捷運站外一名男子 突然拿出打火機 開始燃燒指針 還不斷大喊 動物是萬物之王 我要為動物祈福 引起民眾恐慌 捷運站人員獲報 趕緊報警 並拿滅火器滅火 這件事不應該發生 因為我覺得這個 跟地方作為旅遊經典 應該是很安全的 這些小朋友應該都會顧好好的 不會讓他自己在那邊走 警方獲報後 立即將人帶回 全案將依相關程序辦理 是逢週五好天氣 許多家長帶著小朋友出門踏青 還有世界各地的遊客 前來動物園玩 但卻有人在 不到幾公尺外的捷運站放火 叫家長們怎麼放心 記者詹潮成黃林鎮 台北報導